好 下面呢我们用春天这个图样来练习我们的螺旋线 春天这个图样呢它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它就一个基本的笔画 就是螺旋线的一个画法 那么它的这个螺旋线的画法呢 随着它的阴影的变化 还有就是它画的顺序的变化 再就是它的大小的变化 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呢下面就来看一看它都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顺序 画的一个顺序 我先来画第一种 这个画的顺序呢也会影响到我们阴影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制作就是可以画出不同的效果来 第一个画法呢 我先画一个 然后呢在稍微距离开一点的地方呢画第二个 画螺旋线的时候你就手要放松 整个手指头就是以你的小多螺旋线的时候呢 以你的小鱼技为支点 支在这里 然后呢手放松 手背也要放松 手背指标都是很轻松的 如果你觉得很辛苦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有意识地来放松自己的手 包括握笔 好 再画一个 这个边边来一个好了 好 我现在画第二层的 第二层的呢 让它要隐藏在这个后面 错过的地方让它绕出去 这一颗也可以跟它没有关系 我就再画它的层次 好 这个旁边呢 给它来一个 然后你看呢 它就已经出来第三层了 因为它 在最长到最后面去了 好 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 缠绕里面呢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图样 可是 每个人下笔的方式 方法不同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 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就是非常多变 在这些空白的地方 小心把它填满就好 看 它就是 一层一层的就出来了 我们加上阴影之后呢 会要更明显 好 我这里呢 从这边过来 这个也是一样 追过来 现在呢我要加阴影 加完阴影之后呢 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先找到我的 第一层的 我叫最外围 这个也是 最外围 这个也是 就没有任何跟它相交的 然后呢 这个也是 我先把第一层的眼影 涂出来 向外 画出眼影 来 我再来找我的第二层 这是第二层外面的 我再来找一次 送过去 这个顺便 我再来找这个顺便 这个顺便 我就再来找一下 那这条顺便 我再来找一下 固定了 很多帅 这样涂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图好像变得已经很立体了 凸出来的和线下去的这种感觉 其实你仔细的呢 再把这些阴影涂完呢 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 是一种画的一个方法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可以像画花朵一样 中间先画一个 螺旋线 然后呢 挨着它一圈一圈的话 不要让它有香蕉的 让它保湿在一个平面 都封住 然后呢 你再来画下面 下面一层的时候呢 你就让它有香交错的地方出来 可以先在凹陷的地方把它填满 这边呢 吃饭的时候 我们会画的比较快一点 线条也比较快 现在自己画的时候呢 可以慢慢一点来 好 继续呢 找图 把这下面填满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继续呢 向外呢 这样把它都填好 这样画起来看上去乱乱的没什么感觉 可是你要加上阴影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神奇的感觉出来了 首先 在这个的最外圆 然后 在它们的外圆 好 大家看一看它会变成什么效果 是以整个这个微效果去画的 怎么样 大家现在看到什么 你会发现说 诶 中间这个亮亮的凸起来了 然后呢 中间这层凸起来了 你可以继续这样加 在最外围 加上阴影 就像花花朵 一样一圈圈的给它画上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整个这个图呢 就变成一层层的花瓣的效果 好 大致的涂一下 再看 远远的看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层一层 这样从上到下 涂起来的像宝塔那样的 阴影的效果 那还有一个呢 这个方法呢 就是 我们画一个大大的螺旋线 画几个大大的螺旋线 好 画大的螺旋线 手肘已经离开指面了 看我手 整个手在转 整个手在转 再下面加上 小心的 抽过 交错在下面 现在呢我们的阴影怎么画呢 因为我把它画得很大 那我就会在 每一条线 就沿着你的线 就是用2B铅笔沿着这个线条 描一边 先画几个示范 先画三个 然后跟其他都对比一下 这个呢就沿着这个线条描一下 好 现在要把它阴影运开 这个呢打圈圈的时候小 你可以控制它小一点大一点 看看它会有什么不一样 好 这边 大家发现那么就是当我们这样阴影画完之后 你会发现是说它的每一个的螺旋都变得很立体了 都像就是我们看法螺就是我们看的那个螺里面 法螺这种类型的贝壳 你从它的尾部往下看上去的那个效果 它会有很立体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种呢也是可以的 下面呢我们再试一个就很有意思的呢 就让它出现闪亮 这个呢在残绕里面呢它是有一个效果的 叫做Spark的效果 就是闪烁的一个效果 闪闪发光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这个闪闪发光怎么来画 那我旋转的时候呢还是一样 前面两圈完整的 到第三圈开始呢断一下 下面接着画呢再接着断 好我再来一个多画几个 然后呢我让它方向基本上保持一致 都在这个地方产生断点 就好像光线是这样过来 让它产生的闪烁一样 好我再来一遍 好我再来一遍 再来几个 就比较明显一点 让它有缺口 好 大家看这个时候呢 已经它有一点 好像跟上面的图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呢 再加上阴影 它会要更 这种光线 其实是从这边来闪闪的 亮的 阴影呢 夹在后面 夹在对侧 这个时候阴影是这样 夹在半侧就好 把阴影开 再加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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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影不要挨到我们这个断点的地方 错开这个断点 好 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它现在的感觉像是从右侧过来闪闪发光的这个方向了 好了 这个就是春天 就是我们练习螺旋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图样 那我们呢可以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画大的曲线的时候 整个手的你的手腕手肘都垂起来 我们画大大的曲线 现在我呢就像我们写毛笔的时候的旋垂 就是旋腕是一个意思 就我们把笔竖起来 我们来画大大的螺旋线 走 画的不一样均匀也没有关系 你就走好了 好了 这就是平常我们可以自己做的练习 然后呢 这个图样里面呢 你觉得太无聊的话呢 你可以有变化 画一些简单的效果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只是我在有时候会自己玩的一种效果 好 我们再玩一个有意思的效果 就跟这个spark的效果呢 有点类同的方法不一样 还记得我们有画的闪述 在阴影的那张里面学过的吗 留住一点来 这个呢 也给它留住一点来 不规则的线条进去 就这样的 多加几条 它的闪量就明显了 再来 好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样把它画下去 然后呢 你几个螺旋线会变成 有些人很害怕的虫的感觉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comme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